Hello, welcome to Zoe's Sky 我知道啊,比起真正去研究怎么创造财富来说呀 找一份简单又稳定的工作来确保收入来源好下 是更容易一些啊 但我同时我也知道很多的心中肯定还是有 比如说财富自由啊,关于世界的一个梦想 所以就想看看,应该也有人和自己一样好奇 好多人到底是怎么样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创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一个财富之路呢 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现在拿的这本书 也就是这本大名品的富爸爸,穷爸爸了 其实会看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非常多我喜欢的一个博主都在讲这本书 然后呢,甚至说这本书改变了他们的一个人生轨迹 但一开始的时候,我没看之前 其实翻店网上其实比较少的人去说 这本书里面到底给我们讲了一些什么呢 于是呢,我就从亚洲去下单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本来看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呢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话不多说,就赶紧和我一起去看看这本书吧 书中主人公,罗布特有两个爸爸 然后一个就是自己的清晨爸爸,也就是穷爸爸了 然后他曾在stuff接受过教育 然后毕竟有phd的一个学历 然后另外一个是自己好朋友外科的爸爸 也就是富爸爸 他初中没有毕业呢,一直经营着自己的一个生意 你可以说啊,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一个事业上起得非常大的一个成功 就是对罗布特来说,他们最大不同就是对待金钱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穷爸爸他总说爱才是网恶之源,以及我负担不起 但富爸爸总说缺钱是网恶之源,我要怎么样才能负担得起呢 所以大家可以猜到啊,最后就是罗布特他follow了富爸爸的一个思维方式 然后取得成功 那全书就是围绕着罗布特是如何践行着富爸爸的一个理财观点来写的 所以呢,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总结出来的 自己感觉比较受用的几个地方 首先说到一点就是富人他们不会前而工作 他们会学习而工作 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如何找工作,如何去衡量一份工作 只能就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自己是否能够从中学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一个知识或者技能 而不应该只是单纯为了钱,或者说工资,想去工作 就比如说大家刚出学校,或者说进入社会的时候 就肯定是需要找到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嘛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对工作是有选择权的 因为往往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选择一份啊,高收入的一个工作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这里他强调的一点就是比如你在纠结两份工作的时候 一份工作它能够给你一个更高的工资 意味着你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另外一份工作可能只是能够cover你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 甚至有一些捉襟见肘 但是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第二份工作可以让你学到一个你真正需要的一个技能 这种情况下来做者觉得就是肯定应该选择第二种 同时呢富人他习惯于让前卫自己工作 而不是自己总是在位前而工作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肉啊 但是说白了就是一旦他们手头有点钱 他们就会习惯拿去钱升钱 而不是说让他们就一直打在自己的银行储蓄账号里面等着贬值 这里他所说的一个投资呀 它就不仅仅是局限于买股票啊返产之类的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渠道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投资我们自己 比如说在你要真正进行股票返产这些投资之前 就是是否对自己进行了投资你是否投资着自己 比如说先去做一些research或者说听课呀 然后和别人交流啊 这些你都需要投资自己的时间 甚至是金钱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的 这里啊他还提到一个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离谱的一个观点 就是比起在一个领域生根变得非常专业 不如多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因为前者混乱自己的选择越来越少 而后者混乱自己的选择越来越多 大家常常说这个医生啊律师这些 有非常专业知识的一个职位 就你会突然发现这些职位非常难进 同时它也非常难出 就是纵向来看 当你用非常高的一个学历 并在某个领域专业非常深的时候 就是你要跳出来做出一个职位上的一个转变 好像也是比较困难的 就这里啊他说了一件事 就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记者去采访他 就是问你 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畅销书的一个作者 就能不能给自己一些建议 因为他自己也充满了自己的一个书嘛 但是那个小脸可能并不是非常可观 然后作者呢 他就建议他去学一点销售的一个课程 然后这个记者呢 他听到这有点神奇 他说觉得自己有一个英文文学的一个硕士学位 就怎么还要去学习一个就是销售的技能呢 就是觉得有点拉不下脸啊 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自己无论处于什么位置 就是学习一个新的技能都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呢 他强调了一个财商的一个重要性 这里他所说的财商 好像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 要上什么高大上的类似于MBA里面的一些财务课啊 而是谈到了一个对于钱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缺失 感觉就好像无论国境中外 其实好像都是这样 就是家里不谈钱 学校不谈钱 什么也不谈钱 最后都如果讲到每个人就是 到底要如何去赚钱 如何去花钱 如何去处理好自己和钱的一个关系 好每个人都是处理一个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 各种的酸甜苦辣 也就只有自己知道了 所以他就提到一个关于这个财商教育的一个重要性 财商包括会计投资市场法律四个方面的一个技能 听起来好像非常遥远 但是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比如说你会计 我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给自己记账开始 那你会发现很多问题接种人来会逼着你往下学习 比如说你要找到哪种才是适合自己的一个记账方式呀 然后直记录支出和收入够吗 然后你要如何去分资产和负债这些东西 就是通常你会发现 因为自己找到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市场 我觉得这个东西拿到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我们都会有想出自己的一个 奥手东西的一个时候 就你肯定会先去研究一下 同类型的一个奥手产品在旁边的一个价位 然后你会给自己定价 然后再发到平台上 然后你还要去怎么样去描述啊 吆喝你的产品对吧 然后要是有人问你 你还得和他们battle一下这个价格 那我觉得这些技能都是和市场相关的东西 一旦涉及到买卖 其实它们都是相关的 只是说日常我们可能就是 经常都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看问题 就是比较少有机会 从一个卖翻的角度来看问题 当然其实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机会 来做这件事来提高这方面的技能的 所以最后想和大家说的 其实就是机会处处都在 只要我们留心发现 然后它并不是那么的遥远 首先就是咱们要有这些意识 你有这个意识 你去朝这些方向 你下意识地去努力 然后有一点你会发现 自己的财商好像真的就是提高了不少 关于财商啊 它在这里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可以说是颠合我们很多人固有的一个观念 就是对于日常生活中 你购买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定义啊 就是说它到底是 他们到底是资产呢 还是负债 他问我呀资产是能够给自己的收入的一个东西 而负债就是让自己花钱的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平时在我们看来啊 房子啊车子啊 这些都是资产啊 但是它定义负债 因为他觉得我们一旦购买了房子 或者是车子就是不断地往外掏钱 比如说房子要付房大 天制家具啊 一系列的一个花费 那车子的话你要买保险 不断地一个加油 我们都是不断地在支出 所以这些应该是称之为负债的 但是如果你的房子不是自住房 然后你可以把房子租出去的话 然后它给你带来收入 甚至说它的一个租金可以高于你的这些花费的话 那它就可以定义为资产了 所以如果特认为啊 比如说像房地产啊 股票啊 基金啊 版税 这些东西是资产 然后这里呢 有两张关于美国中产阶级和富人收的收入报表 可以帮助大家来更好地理解一下 它是怎么来说这个东西的 最后呢 就是说一说 它提到一些对于个人来说 能够改善自己的一个财务状况的一些 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 第一点是 Find a reason greater than reality The power of spirit 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比现实更好的一个理由 这个呢 是可以说是你强大的一个动力来源 但大家听了这个 或者说看了这本书 并不是说要来马上就说 哎呀 我会除了现在的一个工作 然后你做我的春秋大梦啊 那种感觉 而是说就是 你需要的是一个清晰可行的一个目标 并且有强烈一个动力 才能让你克服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困难 并且坚持一下 比如说罗伯特他就在书中讲 自己是用想要的和不想要的 来得出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他不想要的就是 他不想要工作一辈子啊 他不想像父母那样 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啊 然后在一个调区的一个房子 就他不想要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员工啊 忙于工作却没有时间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块儿啊 所以他想要的就是自己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 也可以自由地去环游世界 然后并且能按照自己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去生活 然后他希望可以控制自己的一个时间 以及让钱为自己工作 就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用不想要的推出想要的 然后再总结出自己的一个目标 那这样呢就会往往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源去支撑自己去克服困难 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第二个呢就是make daily choice the power of choice 你要看中你的每一个选择 而不仅仅只是说人生大事的选择才需要看中 我们要意识到选择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选择 其实我们对于要如何去花费自己的时间啊和金钱啊 这些都是有选择的 就当你有了一个目标 你就应该让每天的选择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去更进一步的 比如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想做好视频 比如说我现在在拍视频或者说我在写一个东西 突然朋友就约我啊去吃饭或者去哪玩啊 但我非常想去对吧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的目标是把这个视频拍好 所以我就说啊那可能暂时先不去啊 我得先把这个做好餐具 然后第三个是 choose friends carefully the power of association 就是小心选择朋友 第四个就是master formula and then learn a new one the power of learning quickly 就是快速学习的方法 就是它其实是要掌握好你的一个配方 一个配方或者公式以后再去学习一个信仰 你就会快很多 第五个是pay you safe first the power of self-discipline 就是你要把支付自己放在 第一位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下面这边有一幅图 可以和大家去解释的比较一个清楚 就比如说我们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支付方式 就是一拿到工资可能先去付我们的房租啊 买吃的啊或者说还有交税啊 就是先支付给别人 但是它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 你得先为自己支付 就比如说你工资发下来 或者说我们一旦有了收入 你应该先拿去投资或者说存起来 就是然后再用投资赚到这个钱去支付这些账单 就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但它强调一点 比如说那我们就啊不用交发送啊 不用就或者说你要饿肚子啊 逃税之类的 就是说再不着急去支付这些的一个情况下 先去为自己支付 甚至你可以 你可以等到他们催你的时候 你再去支付啊 我觉得这里可能是因为和美国这里盛行 用信用卡消费的方式有关啊 就比如说一个人一个月工资四千道好不好 生活费两千道啊 你就你其实完全可以先用信用卡 去支付你的两千道的这个生活费 然后把四千道的一个工资存下来 我自己现在是怎么理解的 就是如果有小伙伴有别的一个理解方式 或者说操作过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六个是 Pay your books with the power of good advice 就是给你的支付高一点的一个薪水 就是要相信好的一个建议的一个力量 第七个就是 Be an Indian giver the power of get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印第安人的一个给予者 要相信给予但不求回报的一个力量 八个就是 use assets to buy luxuries the power of focus 就是你要用资产去买奢侈品 关于一个专注的一个力量 罗伯特说他不会去借钱去买奢侈品 他只会用钱赚到的一个钱去买奢侈品 决一个例子 一个朋友的孩子说他想买辆车 于是他朋友呢给着他孩子三千美金 但是他需要用这三千美金先去投资 等赚到这千美金以后呢 他再拿出三千去买车 另外这三千就可以放在他的一个大协交易基金里面 最后当然是他的孩子投资了 然后最后只剩下了一千美金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了 就是但是他朋友认为啊 这三千美金教会了自己孩子如何去投资才是最重要的 第九个是choose heroes the power of miss 就是选择自己的一个idol啊偶像啊 第十个是teach and you should receive the power of giving 这个感觉和那个印第安基于者好像感觉有点像 就是你教了别人 然后你也会就是接收到一个新的知识的感觉 就是关于一个给予的一个力量 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到底怎么要如何去拥有自己的一个business呢 就是因为书中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工作只是为了学习到一个技能 或者说积累到经验 所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说一定要开始经营自己的一个business 或者说双方它是可以同时来进行的 就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 工作和那个business的一个区别 就是有以下几点可以帮助大家去区分它们 那business呢它不需要我们的出现 就是我们拥有它 但是它的运行不需要我们的一个存在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出现在那里工作呢 那就不是你的一个business 就比如说股票啊资金啊 行产啊版税 版税里面包括了音乐啊 或者剧本或者专利的 就是任何还有任何其他有价值的一个东西 它只要能够产生收入 或者说升职的那种都算 比如说我写了一本书以后 就是在写它那一下我要出现 但是我才把它出版以后就是 它以后每卖出一本 其实我获取的一个收入 其实都是不需要我的一个存在 就是我们首先要有这个意识 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为之要奋斗 长久甚至一辈子的一个东西 就做的也不用建议就是 那我们立马要 现在就辞去我们 招就完我的一个工作 我们是需要这份工作来确保 我们现在的一个收入能够 我们基本的一个生活 以及建立起我们的一个现金流 在这至于你同时要有这个意识 就比如说你在你心想的时候就要去 为建林的一个business而努力 就比如说你可能喜欢乔代码 那你可以就是学着一个开发一个软件 放到网站上去卖 就是这个产品一旦你完成了这个产品 它挂在某个平台上出售 它就不再需要你的一个出现了 就一旦买 一旦有了买了 它可能那个收入就自然而然的一个进账了 就是这只是一个例子啊 就是任何产品啊 一个网站的一个模板或者美出的模板 或者说你写一个电子书啊 这个都是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点 然后努力去发展这些一个技能 然后并学着呢把它变成一个产品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市场上售卖 但是之后你得到反馈以后 可能你又可以不断的一个提高 或者是升级的一个 或者升级你的一个产品 所以呢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 所以到时候提高你的business收入等于 或者说高于你现有的一个工作收入 那你可能就可以考虑就是如何去transfer你的一个工作了 OK 那这本父爸爸穷爸爸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不要忘了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哟 然后他们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同时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精彩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